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告诉你的是你的选择 也决定了他的生死 别傻了 回来吧 最后再说一次 黑风名单 你不担心你的朋友们了 他们可都中毒了 有没有人啊 你的朋友们都中毒了 而房间里只有一针针剂是解药 如果他们真的像你说的那样 我倒想看看他们会救谁 报告 病房里的人都苏醒了 请 女士们 先生们 非常抱歉地通知大家 在你们刚才昏迷的时候 你们吸入了大量的毒气 而我是林皓的师傅 康剑士 我精心准备了这场游戏 游戏的规则很简单 现在 让我们开始游戏吧 亲爱的罗女士 看见那个跟你躺在同一屋的那个人了吗 你知道他是谁吗 我告诉你 他是一个既正直又体面的人 那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 他在惩戒场里拿犯人做医学实验 他满口仁义道德做的事情去诛狗 不如丧尽天良 可他却真真切切地是一个 又体面又正直的人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想杀了他 很简单啊 你们的房间里有一支真剂 那是解药 你只要给自己来上一针 然后走出那个门 我保证没有任何人会阻拦你 哦 对了 你有个同事是叫何欣欣吧 他现在就在你的隔壁 我要告诉你的是你的选择 也决定了他的生死 我可以免费给何欣欣提供一支解药 我可以免费给何欣欣提供一支解药